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我用我的频道跟大家来分享 我在体验健康生活方面的一些知识和个人的体验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我不是讲我自己本人的专业 我专攻血液肿瘤 现在我讲的这些健康啊,营养啊 也是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边学习边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我要聊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咖啡机 我今天要聊的是咖啡 咖啡呢,我来美国20多年了 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西方人 对咖啡是每天不能离开咖啡 我本人并不是说喜欢那种咖啡因啊,提神 但是我喜欢咖啡那个味道 而且我觉得咖啡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能够有抗氧化剂的作用 咖啡呢,当然有咖啡因 所以很多人用它来提神 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健康的好处 比如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食欲 我都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啊 我如果有的时候在饿的时候 我又想间接性断食 喝一点热咖啡,就是黑咖啡 不加任何糖,不加任何奶的 就觉得胃也就很舒服 就不是那么想吃东西了 我当年在做住院医的时候 也经常是因为一天都非常忙 所以有的时候就喝一杯咖啡 然后能反而脑子更清楚 在间接性断食的时候 脑子是靠同体来维持 所以挺清醒的 这样呢,因为那时候睡觉睡的时间少 也不被这种睡觉睡的时间少 特别困倦而折磨 所以这个对食欲的控制 对糖尿病都有一定的好处 还有呢,它是促进肠道蠕动 所以如果有便秘的情况下 早上喝一杯咖啡,马上就上厕所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可以作为一种便秘的措施 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也不需要用这咖啡来进行大便的调节 但是这是大家可以知道的一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咖啡对肝脏的好处 肝脏呢,现在美国比较常见的是脂肪肝 就是虽然不喝酒 但是因为有代谢性疾病 高水糖,高血脂 也会肥胖,也会有脂肪肝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咖啡呢 它的抗氧化剂能够在一定程度下 逆转肝的一些功能性的异常 能够有数据说 喝咖啡如果每天超过4杯以上 甚至能把因为肝脏而引起的死亡 减少70%多 这些都是属于相关性的研究 不是说因果性的研究 但是我本人还是相信这一点 而且我也和那些消化科的医生 合作的时候也发现他们经常给那些有肝脏问题的病人推荐说 要每天都喝黑咖啡 这里记住啊 一定是黑咖啡就是不加糖不加奶 不加人工的甜味剂的这种的 因为人工甜味剂也会慢慢的改变你的口味 让你更倾向于吃高糖的食物 所以最终呢我们还是要享受这种咖啡天然的清香味道 和不同咖啡有不同之间的那种特别细密的区别 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 好 现在就说一下我家的几个宝贝 这个这边这个呢是用咖啡豆的 这个也是在Costco买的咖啡豆 非常便宜非常实惠 这个呢就是把咖啡豆放在这儿当上水 然后按一个键 每天早上呢我家队友起来给我做咖啡 他一叮就会响得很厉害 然后满屋子就飘香 我就感觉到这一天就非常开心的开始了 所以这个机器呢我每天离不开 最近呢新加了一个是这种叫Expresso的machine 这种机器 为什么它这个是能放咖啡沫在这儿 这个可以打那种牛奶拉花 但是我还没有学会怎么用 这点你看它有两个头 所以它出来的那个咖啡就上面很浓 有一层浓浓的膜 非常香 咖啡为什么表面上会有那些膜呢 它就是抗氧化剂 有一种那种蛋白质的那种膜状的东西 飘在表面上 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喜欢这种Expresso 这边呢也是一个Expresso 是因为它喝不用喝太多的水 就可以一个很浓的一个咖啡 特别挺给劲的 而且呢不会说喝完很多水老要去跑厕所 这样你喝的一天我以前只能喝一杯 现在有了这种Expresso呢我一天可以喝两三杯 我早上喝一杯这一大杯 因为有喝水然后也可以慢慢的平 但晚上有时候回来呢 下午的时候用这种Expresso 很快的就做一个 这个用因为我是喝退咖啡因的 还是非常便宜 实惠不到大概两毛钱这么一盒吧 退咖啡因呢 有一点点加工 但是风险不大 它把99.7%以上的咖啡都去掉了 咖啡因都去掉了 好谢谢大家